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今天做一期视频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吊篮怎样养殖才能促使它长出藤条爆盆的现象 想要吊篮长出藤条爆盆的现象 需要注意一下两点 第一点 首先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因为这种植物非常的细光 只有把它放到一个能够建构的地方 只要是把它放到一个能够接受到散光照射的地方 让它尽可能地去采放 第二点 就要给它继续控制 因为这种植物非常吸水 让它长期处于干旱的情况下 它为了生存才会长出藤条 然后长出藤条 吊篮生长的环境越恶劣 它的求生能力越强 越恶才会长出一些新的藤条 促使它出现爆盆的现象 如果吊篮的生长环境很优越 它是不会长出藤条的 只能生长它长长的叶片 出现涂长现象 朋友们看我养的这一盆吊篮 这段时间给它控水比较多 这地方长出了一根藤条 因为缺水它的叶片出现了打粘 出现这种现象就要给它浇一次水 并确保水要浇透 浇水后再放到象徵处 待它再出现缺水迹象时浇水 这样反复操作四五次之后 每一颗吊篮上都会长出藤条 那样就更漂亮了 浇水的时候要浇透 千万不要只浇发盆表面 如果水分无法渗透到盆里 根系将无法吸入水分 就无法彻底缓解缺水问题 才会造成盆涂板结 花友们只要把握以上这几点 你加吊篮很快就能爆盆 今天就给朋友们分享这些 我是花将老赏 关注我 养花更简单 谢谢